大家好,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啊 就是關於中國車廠 今天呢,我們來到台中啊 跟R2老闆借了這台450SR來體驗 幫大家拍體驗的影片 說實在的啊,騎完之後我很感慨 而且其實也蠻震驚的 因為這個中國車廠春風 它整個騎乘起來的感覺啊 完全顛覆過去我對於中國車 或是中國料建組裝起來的車 它的一個既有的成見吧 它的整個表現啊 在同級距的對手裡面 我覺得真的是前段版的表現 你看這漂亮的螢幕儀表板 還有就是整台車騎乘起來的這個路感 還有這個聲浪 跟騎乘起來的姿勢 使用者體驗等等的 真的很難想像 一個曾經啊 在我們印象中 非常差的一個車廠的產地呢 會做出這樣的一個產品來 這放眼在過去20年前呢 就很像是韓國車的崛起一樣 在很早的時候 像我小時候啊 我們家的人就曾經有說過 欸!韓國車 韓國車呢就是爛 韓國車買的就是準備修 韓國車買的就是準備當祭司 那甚至當時在韓國車啊 當祭司的這個口碑啊 比福特還要慘 還要淒慘落魄 結果現在你看人家已經是 堂堂世界前五大車廠 而且呢 坐的車每台都叫好又叫做 現在甚至開始跨足到電動車領域 今天騎到這台450SR呢 我覺得也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啦 就是我對於中國車其實沒有 應該說我對中國的品牌沒有特別的喜歡 但是呢這台車我騎完之後 我真的必須跟大家講 他很好騎 而且他真的做得很棒 甚至呢跟我自己的T2相比呢 這台車有著完全完全不同的一個極具量級的這個比較值 你甚至可以說T2放在他面前呢 完全是不值得一提的一個國產車產品 那T2呢其實算是SYN最後幾款 在國產黃牌白牌的這個排氣量 上線的一個產品了 比較起來呢我覺得 真的人家可以做得出來 我們其實也不是做不出來 以台灣的技術能力 以台灣的這個廠商他們的開發能力來講 我相信不管是山陽或是光陽啊 要做出這樣的一個產品來 絕對都不是問題 只是在於說到底要不要做而已 以這台春風的45年SR來講 他在之前也經歷過前面幾代的一些 中排氣量產品的研發 那我記得在早年呢 我去對岸出差的時候呢 也有跟中國模友聊天 聊他們的國產車 當時他們也是覺得 欸我們自己自家的這個國產車啊 用料的品質沒有像進口車這麼好 騎起來的爽度也沒有像進口車這麼的棒 那整體的外觀造型設計呢 也很像是東拼西售超出來的 但是你看人家才經過短短幾年的努力啊 把資源投入下去 而且跟著世界大廠的腳步來做研發的方向 就做出了這台450SR 那這台450SR呢 我真的覺得騎過之後啊 會顛覆你對於中國車廠的一個既定成見啊 當然春風他們家有其他的產品線 那我還沒騎過 所以我也不敢去跟大家講說 其他的車款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就我自己騎乘來講呢 我覺得450SR這台車啊 騎完之後真的會讓你很感慨 像早期十幾年前 台灣車廠跟中國車廠 一定會有的一個問題就是 黃夏重量過重 那這黃夏重量過重呢 第一個會造成整體車輛的重量變高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在操控起來呢 車子的轉向靈活度就沒有這麼的好 但是在450SR今天我在實際上路去做入測的時候 我並不會覺得他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相反的我覺得這台車竟然 他的整個像現在這樣子 他操控起來感覺跟動力的反應的回饋啊 竟然跟日系車的產品啊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落差的 你甚至會覺得騎著他是很快樂 而且是很有樂趣的 另外一題就是這台車他的排氣量啊 我覺得也是比日系車還要敢做 就是他的聲音是比較澎湃一點點的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這個排氣量比較大 有所關聯 但是以這台450SR來講呢 我真的覺得騎過之後啊 看得到中國車廠的進步 那另外的點啊 就是我自己個人啊 是覺得台灣不是做不出來 就是沒有這個市場 如果今天台灣的這個外銷市場啊 足夠大 而且有這種可以共同開發的一些產品線的話 就是全球戰略車款的話 那我相信做出一些方Bike啊 小檔車 也不妨是一個可以試試看的方向 雖然他可能一樣不會像 AMBCU啊 像KRV這種車賣的這麼好 但是 他就是給市場上的這種小數族群 或是給其他還在觀望的一些車友們 一個強行爭吧 像現在我意外的騎到這個小路來 你看他的整個靈活性 這是一台450CC的雙鋼車 可是你看他在小巷弄這樣騎起來 我覺得 他不會給我任何的壓力 而且 像之前呢 中國車有個地方也是讓我很詬病的 就是他的開關按鍵的手感 不管他的方向跟手感啊 還是什麼 熄火開關 以前的中國車廠 他們的這種按鍵的塑料啊 都用的很差 你在打方向燈 或是你在按個熄火開關 你會覺得那個 開關按鈕啊 他的 他的用料是薄薄的 而且你是覺得他的邊邊是有割手感的 但是今天我有特別去摸 這台450SR 他的這個按鍵的手感 打方向燈的手感啊 熄火開關手感 熄火開關手感 這些按鈕的手感 其實他的回饋 我覺得 都是很棒的 甚至你看這按鍵的靈活度 靈敏度 都沒有問題 甚至他連這個儀表板動畫都做得很漂亮 那今天我剛把車借出來的時候呢 我才剛上路 停紅綠燈 左邊一個阿伯 右邊一個阿伯 他們也是有來看這台車 真的 現在的中國車啊 我覺得 是一個很可怕 應該說現在的中國市場 不管是中國車 還是中國的手機 還是中國的什麼東西 其實 其實 在他們經濟開始發展起來之後 他們有更多 相對有更多的資源 跟更大的市場 可以讓他們去做這些嘗試 那 這必然是一個市場制度下決定的結果 但是呢 你看人家的車子 可以 做出來 然後 也符合台灣的 市場的規範 然後在台灣販售 並且呢 在 閹割過動力之後呢 它還是有著很不錯的產品表現 我覺得 光是這一點呢 就已經是 非常值得大家的一個讚賞了 我真的覺得 很厲害阿 現在的 中國車廠真的是 不可同日而語了 好啦 這一次就簡單跟大家聊到這邊囉 我來還車了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